歷史兩年 義電基金會活泉之家再度推出 《精神病人的房間2》時間練習展覽 超過140件原創作品 呈現精神疾病經驗者 最真實的內在與對時間的感受 展覽主事決迷宮創作者小岸 是活泉之家的會員 也特別出席記者會分享創作理念 好像每個身都在很多職務上見的 就是選擇跟行走 但是我想反映的是說 不怪因為你在這個路上選擇錯了 走錯了 人生就毀了 我希望就是大家看他的作品之後 可以感受到說 其實很多事情不見得是都有捷徑 而是就是他每一個經歷都很重要 然後每一個 每一個經歷都很重要 就是他都是你的 真的資料 都是你的資料 好 我們今天這個展覽是 《伊電基金會活泉之家》 我們針對於精神疾病患者 他們在社區復健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他們努力的這個成果 我們在我們這次的藝術創作裡面 我們不要是以畫作為主 我們期待藉由畫作的過程當中 讓社會大眾能夠了解跟支持跟認同 更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不要再對精神疾病的患者 有任何污名化的一個現象 因為他們畢竟跟我們一樣也是正常的人 那只是因為他們可能受了疾病的影響 或疾病的困擾 所以我們希望藉由這個過程當中 如何陪伴跟支持 我們的精神障礙疾病的朋友們 可以在社區裡面安心安穩的生活 其實《伊電基金會》 從原來從早先的對於我們講的肢體障礙者 包含我們的早期療癒的孩子們 我們這十年當中我們發現到了 社區有很多精神障礙朋友們 他沒有被關心沒有被支持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藉由這個過程當中 喚醒大家重視跟關心 我們精神障礙朋友們 在整個社會上他如何的平權 如何有能力跟自主的在整個社會上 獨立的生活 也更希望大家能夠關心 了解與認同跟陪同他們 他們其實不會傷人 他們要的只是一個社會的認同 跟自我價值的一個呈現 《伊電基金會》副執行長何天元表示 在許多服務現場 常以社福觀點來提供專業服務 而活權之家則是試圖以文化觀點 與精神障礙會員們 一同尋找生命出口 我覺得對我的影響 我就是大概我最喜歡寫詩 就是有時候心情很不好 比如說某位好友過世 那我就一直哭泣 那家人就會鼓勵我寫詩 然後把詩寫下來 我讚美這個朋友 然後我覺得那個 好像整個哀傷就撿了大半 我就是寫詩來抒發自己的情緒 會讓自己更加穩定 那寫書法也是寫書法 因為在專注在那個寫書法的當下 心會特別的寧靜沉澱下來 那畫畫就是一種 會帶來開心的感受 就當你就是由舞到有創作的過程 我很喜歡那種由舞到有的這種過程 比如說寫一首歌 本來沒有這個世界沒有這首歌 但是我完成這首歌 這世界上就多了一首歌 我很喜歡那個完成的那個感覺 當然有時候會有瓶頸 我也寫小說 那有時候就要苦思那個情節 可是當那個小說完成後 我又覺得好棒 又完成一個小說 我們兩年前是講精神病人 我們講的是在房間裡面的感覺 可是我們這兩年之後 我們發現到說 他們除了在房間之外 他們還可以走出來 還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活動的參與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裡面 我們的主題 我們的主軸 就是如何讓他們內心裡面的 裡面的一個想法 能夠真實不斷地被呈現 而不是只是在房間裡面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的活動的主軸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的畫作 跟之前在暗房裡面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希望用更光明更光亮 然後更富有一些的人文色彩 然後更能夠讓我們的服務對象 或我們的社會大眾 能夠更參與更了解 然後走入他們的世界 了解到他們內心在想什麼 展覽還設置療癒間互動區域 提供創作者與觀眾相遇及聊天的空間 藉此分享每一位創作者的生命經驗 與創作歷程 民眾逛完展覽後也可以留下心得給予回饋 而長期關注精神衛生議題的立法委員王婉裕 范雲也應邀出席 呼籲社會大眾傾聽多元聲音 創造更多對話與理解的可能性 而在社區支持以及區域民謀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相信一定是裡面的 非常願意一起來協力的 推動美藏大陸的大的進展力的 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很高興今天能夠收到 邀請來參加這張展覽 同時在之前的定義的系列 即是成為人的榜間 在我們一樣的展覽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去 那我相信在不只是 早期的內心也會有這次的系列 其實蠻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夠讓大眾 有機會能夠進來看看他們的生活是如何 以及這些女人們他們透過畫畫 或者是過多文字 又或者是書名當中 讓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到 即便只是他們生命中的一個部分而已 但是並不影響他們生命的全貌 同時也透過這樣的了解 我們更有機會拉近彼此的距離 我相信如果大家能夠進來 或是了解之後 就有可能彼此追蹤甚至是彼此理解 同時到有的時候 會一起邁向更好的程度 我覺得這真的是展現了文化平權 二方面能夠讓我們看到 精神極力的經驗者 他的生活世界 那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社會場能 那但是我想還是回到 就是說今天這個主題 藝術 藝術就是一種 透過他的多元的每個形式 讓我們看到生命中的感動 那我剛剛其實 早一點來看了一部分 他非常的喜歡這句話 讓我們的作者叫媚妮 剛剛人家說我喜歡 發現點名字跟我一樣都圓圓 那這句話 為什麼會讓我覺得很有過敏 他讓我看到有句話 問得很像這是什麼 這是月圓 他說是星星 他說因為當我們在暗夜的時候 挑戰生活中 非常的辛苦的時候 就像非常的憂鬱的深海色 那其實會看到有很多小電視 就像星星一樣照亮感人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讓我們有共鳴 就是我們的人生中 我們生活中 有非常多的朋友 從小到大 其實也有很多 精神疾病的一個經驗者 都在我的生活中 他包含了我們自己的人生 我的重症中 會有非常憂鬱的時候 那可是如果我們只看到 這個憂鬱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其實只有在這麼的深藍色 這樣的顏色的重痰中 你才會看到星星的存在 所以他讓我們看到 另外一種的 我覺得這個過敏 就是我非常的有多感受 精神病人的房間二 時間練習 一共收入超過140件 創作作品 即日起至9月11日 在國父紀念館二樓展出 期盼社會大眾卸下刻板眼光 透過展覽 開啟認識彼此的機會 記者臨期會臺北報導 記者臨期會臺北報導 我會說 我可以說